比古墓奇兵情節還要選的 但它是真的 對 今天我要先講一下 大陸真的是每年都會挖到寶 今年二月的時候 大陸其實在四川之央市這邊 你知道多好玩 有一所學校 大學 裡面操場排水不好 就叫人家挖水溝 挖排水的水溝 結果一挖 挖到四座六百年前的古墓 而且這古墓出土是零代的 對 明朝之後一張金金六百元 那你知道這古墓一出土 大家考古學家一看 非常精緻 它裡面的那種漆 牆壁的漆 所有的木質雕刻 起起如生 顏色保存得相當的好 六百年了 六百年你可以看那個顏色 保存得這麼好 非常精緻 而且這個伏墓總共有四座 其實它兩座一組 兩座一組 是夫妻合葬 夫妻葬在一起 那這個墓你看 它那個畫 它那個牆上這個壁畫 胡雕 你看這個壁畫 它有畫得像那種鹿 紅黃 你看顏色還這麼鮮紅 鮮紅一滴的 很漂亮 像是六百年 而且它在充滿潮濕的下水道 怎麼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因為後來有研究 它那個所有墓室要進去的墓門 它有那種灰泥 把那個木門的蜜蜂 對 整個蜜蜂起來 所以空氣進不去 進不去以後它那個顏色 就保持六百多年 這真的是剪刀 抓到 你看包括裡面那個木雕 也沒有虎爛 而且雕花朵非常清楚 所以大陸說到處都有寶 這個還不算什麼 我要講這個 但這個非常驚悚 是真的 而且非常驚悚 這是在2003 2003內蒙古 內蒙古有一座叫土耳基山 土耳基山在這邊 這邊各位看 像這座山 這座山當時在2003是幹嘛 是在炸山的時候要起石頭 起砂石去做工程 炸山的時候一炸 炸出這樣的一個洞出來 你看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對 炸出這個 這個整座山 你看這一邊 這邊炸出這樣的一個洞 這是一個什麼 木道 48公尺深 它大到還有通道可以進去 這誰的 48公尺深 而且你看還有石門 用石頭的門 石門擋住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石門擋住 OK 那大家趕快去跑去 跟上級單位報告 好像又有一個古墓出現了 考古學家也趕來了 當時把這個石門打開 以後就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一開始把裡面走 其實還有一層這一個 這個是木門 那個木製的門 還有一個鎖在這邊有沒有 旁邊好像還有兩個所謂的畫像 怎麼會這麼經歷的一個地方 表示這個木 對 升溫等級不低 才會有這種東西 石門之後有木頭做的門 還有旁邊還有所謂的 我進去以後打開以後 進去看到這一個觀闊 這個觀闊也很好 你看底下有一個木台 棺木在這上面 感覺是皇家才有的規格 很好 那驚悚的一刻來了 把這個觀闊打開以後 還有內關 那個內關 後來考古協家給一個名字叫什麼 叫血關 血色的那個棺材 為什麼取這樣的名字 因為你看這個棺木 鮮紅 鮮紅 那個像血一樣 像血一樣 而且這個棺木 它等級又很高 它旁邊你看這邊 這邊它有那個金色的 那個像用金箔去貼的那個鳳凰 用金箔貼的鳳凰 兩隻 兩隻鳳凰在這邊 鳳凰 皇家的身份 主人應該是女生 皇家的身份 對 而且棺蓋上面 其實也有那個龍鳳的畫像 好啦 那這個棺木就打開 先看看裡面的東西 一般棺木裡面有人 有金銀珠寶 把這個蓋子移開 剛開始看到這個血色的棺木的時候 大家已經嚇了 因為在中國出土的棺木 其實這棺木已經1100年前了 顏色栩栩如生 其實紅色紅的那樣子會嚇人 後來把這個關蓋打開 考古學家嚇了一跳 因為去搬的工人 靠那個棺木很近 從棺木裡面 因為棺木一打開 那空氣壓力不一樣 裡面噴出一道黑色的螢光出來 他一爬出來 考古學家大喊一聲 撤 趕快跑 到底什麼東西噴出來 毒液 在棺木裡面有毒液噴出來 那後來考古學家 叫他們工人趕快撤 撤了以後再過去慢慢 等那個水噴完了 毒液噴完了 再過來看 原來是怎麼樣 裡面有一具女絲 這個女絲 1100年前到現在不符 千年不符 而且他頭上的面 蓋著一層面紗 頭帶黃金的金冠 是不是黃家的 黃家的 你看那個等級就知道 項鍊 項鍊是黑紅寶石 黑瑪瑙 黑水晶 做得非常漂亮 手上戴著戒指 一看等級很高 後來就要檢查 為什麼剛才會有那個毒液 黑色的毒液噴出來 後來發現這個女絲 這個肚子這邊 因為空氣壓力不一樣 所以肚子這邊爆裂 爆裂以後就射出一道東西出來 那個就是毒液 那個其實是什麼 水銀 千年水銀 水銀含有劑毒 又放了1100年 所以剛好 剛才講說 還好那個考古鞋 要叫那些工具趕快測 你如果被那個噴到 那不得了 那個錢是化骨水 聽到這個地方 市長 我比較很好奇 這個人到底是誰 對 那當然就要研究 剛才講等級這麼高 又是黃家的 那究竟是誰 後來大家就開始先測定 這個女人的那個 因為人體可以做碳磁式測定 有幾乎可以碳磁式 一測1000多年前 大概1000到1100年前 這個時候我們去查遼史 因為內蒙古這邊 以前1100年前屬於遼國 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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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年前剛好是開國皇帝 耶利亞保基的 耶利亞保基的時代 那這個女人一定跟他有關 遼太祖有關 耶利亞保基有關 後來就查 查遼史裡面一關 耶利亞保基有一個女兒 唯一的一個女兒 叫魚魯圖姑 我們這邊叫子谷 子谷公主 叫子谷公主 唯一的女兒是 耶利亞保基跟她的老婆 蘇利平 就是那個段婉太后 段婉皇后的那個女兒 唯一的女兒 那這個女兒 還如何判定呢 因為她旁邊出土的 很奇怪的 一般像你看這邊現在在 內蒙古博物館收藏 這古墓出土 有那個金瓶 金碑 這個海棠那個盤子 做得很漂亮 海棠盤子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 都雕刻得非常漂亮 還有來自那個波斯以前 伊朗 波斯灣找西亞的那個玻璃杯 在中國很少這種玻璃杯的出現 它出土了很多東西 那裡面最主要判定聲音是什麼 它裡面還有用銀 銀做的那個牛角 號角 銀做的號角 還有那個什麼 像那個我們講那個塞公 塞公 對 有一些法器 一般人下葬不會有這種東西 如果是公主 安葬 要放法器做什麼呢 對 那就來了 就有一個線索規景 公主 身分大概是公主 但又有這種所謂法器 他是巫師的身分 以前那個遼國器 但是信奉薩板教 有薩板巫師所用的這種法器 遼死在耶利亞寶基時代 只有一個人就是剛才講的 子谷公主 他唯一的一個女兒 本來他有講說 會不會是其他的後妃什麼 唯一的女兒 他本身有這樣的一個身分 他是巫師 也是公主 那為什麼裡面剛才講 腹部裡面有這麼多的水銀 一般防武不會做這麼多 後來一查 他其實是被灌水銀 灌到腹部裡面毒死了 中毒死了 死於非命 死於非病 那為什麼死於非命 他就一直在考驗 為什麼一個死於非命的人 又有這麼多披上品 這麼厚葬他 對啊 要厚葬 然後又要把他毒死 為什麼 後來才去查 療屍裡面的一些記載 去追蹤 原來這個植物谷公主 他當時大概三十歲左右 是 那他的老公叫蕭士魯 是當朝的宰相 也是他其實他的親舅舅 以前他那邊通婚多了 近親通婚 他親舅舅 他當朝的宰相蕭士魯 那後來是 療太祖 就他的老爸 耶利亞保基 耶利亞保基登基之後 不到五年的時間 他要修改一條法律 就是當時他想終身制當皇帝 其實以前在療國契丹那邊 是三年一任 三年以後 你要所有各部落的 那個首領 再來推舉 看誰 結果這個療太祖 就修改這個法律 終身制的 沒有什麼三年一任的問題 結果這個蕭士魯跟那個 耶利亞保基的弟弟不服 做皇帝三年一次 大家人人有機會 終身制的溫度 等到死 結果他弟弟叛變 找這個蕭士魯 這個宰相一起舉兵叛變 結果兵敗 兵敗蕭士魯他們必殺 必殺因為問題 他是女兒 親女兒 唯一一個 所以皇后跟那個療太祖 講說放過女兒一馬 寮太祖說不行 這個兵變一定要死 結果後來算對他不錯 結果他死前的前一天 給他這一天之內 你要做什麼事 你要吃什麼 要喝什麼 要唱歌跳舞 隨你 你只要講得出來 我就做得到 結果寮太祖給他一天快活的時間 到那天過了以後 二十小時過了以後 灌水雲 牆灌水雲 灌到整個肚子裡面 全部都水雲 本來以前還以為是黃湖做的 後來確定是毒死 所以我們講到了這個古墓傳奇 盜墓要盜什麼 當然盜裡面的金銀財寶 我們來看看 這個實在太匪夷所思了 這一座墓 它的金銀財寶多到滿出來 可兩千年來 沒有人敢來挖它 動它 敲一盆土 他都不敢 對 我們剛才講大陸很多要盜墓的 有隨意挖到 但有的墓 它等級很高 就在地上 沒有人敢去盜 其中有一個 一千八百年來沒有人敢去碰 就是叫觀光的墓 叫觀林 它這個林是這個林 不是我們一般講的林木的林 林寢的林 對 林寢的林 這個林是比這個林等級要更高的 它是聖人級的才有辦法用 所以只有觀林跟孔林 觀林在洛陽 洛陽到現在一千八百年前 沒有人敢到 為什麼 觀銀廠 他埋的是觀銀廠的頭顱在那邊 觀銀廠死後有兩座墓 身在當陽 頭在洛陽 他頭是因為當時被李蒙他們斬殺以後 要嫁禍給曹操 所以把頭送到曹操那邊洛陽 所以曹操後葬他的頭顱 當陽在湖北被斬殺的地方 孫前葬他的身體在當陽 湖北當陽 所以身在當陽 頭在洛陽 兩個地方都是一樣 沒有人敢去到 一千八百年來 沒有人敢去到這個墓 因為關羽有很多 他所謂險勝的一種傳說 觀勝帝君 對 觀勝帝君 你看誰敢動他 而且他又是武財神 你拜他 他給你錢就好了 你何必去動他的墓 那你知道有沒有人動 其實有 在歷史上有人去到觀林 有報應嗎 有報應 他進來的時候 他把那個 因為關羽裡面 有很多人送那個金牌 送關羽喜歡打那個金牌 掛在那個關羽神像的那個脖子上 結果小偷去把他拖下來 我就外信這有錢不拿 我講了 走的時候還講了一句話 我就不信外交 我拿走看怎麼樣 結果你知道他出了關羽 關羽外面是一片樹林 他一走的時候 所有小禁裡面 毒蛇全部向他湧來 這是一種記載 說毒蛇就一路跟幾百條 毒蛇就 沙沙一直跟過來 嚇壞了趕快跑 趕快跑 後來他被毒蛇咬到了一口 在那個小腿肚這邊 後來有去救 有救 救火了 救火以後 他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歸還 這被廟追回來 這是其中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是廚師 基本的 基本沒錢 也來倒過一次 有兩次這種紀錄 倒過一次 那一次他進去以後 他也是一樣 對 你看 我敢拿你的東西 我就表示不尊敬你 就講了一些烏七八糟的話 烏入關身地軍 結果講完以後他出去 出去還沒有走到那些樹林外面 他突然間以為是風大 蘇葉掉下來 掉在他那個臉下 啪一聲 被打了一句耳光 誰打他呢 他以為是蘇葉 就以為蘇葉風搖擺 啪 結果不對 對 又走幾步啪 左邊又一個耳光 那就不對了 對 沿路走過一陣子 結果走幾步 就啪一個耳光 啪一個耳光 你知道後來他走出那個樹林 樹林他朋友一看 他整個臉都是手印 而且整個臉都打到腫起來 所以關聖地軍 他千古以來的 一千多年來的傳說 用顯聖的傳說 尤其是關雲的傳說 沒有人敢去碰 沒有人敢去碰 所以說大陸的很多好地方 好地方 古墓倒一個墓 可以吃九袋 吃三袋 關聖地軍的墓 就是沒有人敢動 千年的飲食男女 那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社長今天帶我們來看看 一個考古的新發現 盜墓的新發現 2000年前的雞湯 那是什麼味道 是 金先生 如果一碗雞湯擺了2500年 讓你喝 你敢嗎 打死不喝 嚇死人了 千古矽進 但我這樣講 那個大陸其實在前幾天 他們破獲了一個很奇怪的盜墓案 這個盜墓案有幾個盜墓賊 去那個山西雲襲這邊 他們去發現一座古墓 結果挖進去以後 挖了一個頂 一座頂還有四口鐘 那四口鐘他們就賣 賣了三口出去 三口出去賣了 將近3500萬台幣 而且那個鐘已經有破裂 還可以賣到3500多萬 算是大豐盛了 但旌旗就不在這邊 旌旗是他們裡面有一口頂 他們拿到這一口頂 那這口頂後來你知道 盜墓人員把這個頂打開以後 嚇一跳 裡面它其實頂裡面有雞湯 雞湯 這口頂是什麼 是春秋晚期戰火前期 換句話說 離現在將近2400500年左右 的一口頂裡面雞湯還在 打開的時候 當時的考古人員講說 打開的時候那個雞湯的香氣 鋪皮 香氣撲皮2500年 你看當時這個盜墓 其實這個墓 裡面的那個所謂保護措施 做得相當好 這個雞湯很可惜 因為你打開 你不知道裡面有雞湯 沒有任何的防護 所以一打開 這個一搖洞 空氣一混合 這個雞湯裡面的雞塊 馬上變成黑色 而且湯剛才講香氣撲皮 馬上變成湊掉了 臭味跟這個整個變黑 又黑又臭 他就在眾目睽睽之下 直變給你看 2500年前 穿越2000年的雞湯 其實這種千年食物 在中國古墓出土的還滿多的 在陝西這邊也是一樣 陝西這邊出土的這一個 這一個它是一個磁品跟青銅器 做的那個瓶 那個酒瓶 酒瓶裡面 當時在發現的時候也是 打開裡面還有300cc的酒 但這個300cc的酒也是一樣 它一跟空氣混合變這種乳白色的 考古人員在研究 這個是千年美酒變毒酒 你知道這個酒 它確定裡面還有乙醇 但是裡面有很多那種千古細菌 在裡面 它說裡面你跟空氣一混合 以後那個美酒變成那個 很腥臭的味道 所以我們講說這個酒 越沉越香 可是不是要你放在古墓裡 2500年 對 所以這種古墓出來的食物 真的不要亂碰 他說那個一碰 有時候千古細菌過來 人是受不了了 另外我們特別講 其實最有名的那種千年食物 其實是這個 這個是心椎夫人馬王堆 大家都知道 馬王堆心椎夫人古墓裡面出土 這一鍋 這一鍋就照得很清楚 你看這邊還有白色一片一片 這個是鹽藕 心椎夫人古墓裡面 其實有一鍋這種鹽藕湯 鹽藕湯當時也是一樣 打開的時候 其實裡面非常漂亮 鹽藕它還好有拍照 第一次拍照的時候 鹽藕一片一片都還很清楚 這樣我問一個問題 你看剛剛那個 2500年前的那一鍋雞湯 然後心椎夫人的這個鹽藕湯 人就死了 你還煮一鍋吃的 跟它一起埋進去 對 古代古墓裡面 如果是貴族 王侯 有錢人家 他們有一個觀念叫 要胡適他像生前一樣 所以人如果進古墓 也有所有牛羊雞 他生前喜歡吃的食物 甚至皇帝還有卑尼 要進去古墓 進去墓裡面 還要幫他每天準備三餐 叫他生前這樣準備 是 那你知道這一口鹽藕湯 其實就是當時出土的時候 還要趕快拍了第一張照片 第二張要再拍的時候 來不及 你看出土很多塊 嚇一聲是這樣子 再嚇一聲 這個鹽藕整個化成粉末 因為你去震動了這個蓮藕湯 它跟空氣一混合 你馬上 馬上一秒鐘 剛剛那一鍋的雞湯 立馬在你面前直變 給你看 黑掉了 然後這個一秒鐘之後 立刻變顏色 對 變顏色 而且蓮藕不是一片一片 它變成粉末 浮起來 整個浮起來 所以你看還好拍這一張做證據 就是說你千年裡面的古墓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主人生前喜愛的 那種食物 這種食物其實你如果墓裡面 保護得非常好的話 它其實可以保存了兩千 馬王爹新椎戶輪墓 到現在兩千兩百年左右 兩千兩百年 可以保護得這麼好 一個聯絡片都還存在 所以他們講說這個食物 是真的 真的可以見證這個古墓的防衛 防衛措施 另外還有一個 在新椎戶輪其實最有名的 是這一件 這一件 他們現在列為國家一級國寶了 是這一件 這個肅沙殘衣 新椎戶輪當時身上有這個肅沙殘衣 這個殘衣 你看他 以前古師在形容說古人穿的衣服 很薄 叫輕薄如沙擠枝落伍 擠起來沒有重量 這一件殘衣你看 它長度大概兩 差不多將近兩公尺長 兩公尺長 它重量才一顆高爾夫球的重量 重量是48克 而且鏡像你看 它鏡口這邊有沒有 鏡口這邊有這種深咖啡色的 林口這邊也有 這種東西它是鑑 鑑的重量比較重 鑑重20克 另外這一件衣服 等於說這個鑑扣掉的話 這些衣服總重才28克而已 28克怎麼做 這麼輕 他們說幾隻落伍 而且這個是布料的織法 你能穿在身上經得起去 拉扯經得那個張力的耐 那我可不可以對比一下 現在的紡織工法 這件絲綢到底多厲害 對 你知道 大陸因為它要展出 展出不用原件 他們想複製一件來展出就好了 結果你知道 大陸現在最厲害的 藍金銀頸公司 紡織技術最高品 藍金銀頸公司 花了13年的時間 去複製這件衣服 它其實前兩年 就是說第二年就已經複製出來 一看不得了 它48克重量對不對 藍金銀頸公司複製出來了 是90克 48對90 你重量高了以前漢潮的一倍 織不出來 對 織不出來 後來還是一樣 就研究了13年 他們研究說這個 這個速殺殘衣是可以 之所以那麼輕 因為殘寶包的絲 土絲的時候去做的 他們一樣他們也養殘 養殘 那這個殘控制它的體重 因為以前漢潮 他們研究漢潮的殘寶包 比較瘦小 是 土出來的絲比較細 現在的殘寶包比較肥 所以他們這樣商業 三餐給你一餐吃 給你兩餐吃 特殊的一個飼料 把它體重減縮下來 結果13年以後 支撐了這一件 複製的速殺殘衣 還是一樣49.5克 硬是比它重了1.5克 所以有人講說科學上 有一個叫不可逆定律 跟自然界一樣 有不可逆 不可逆就是你古人做得到 你現在不一定做得到 不是 所以藍金銀井嚇到了 說為什麼漢潮這麼厲害 所以你知道它很可怕 漢潮在那種抽殘屍的那種技術 紡織技術 他達到一個非常驚人的一個地步 另外我們講說古墓都很怕被盜 被盜墓 那其實在中國歷史上 有一種墓非常奇特 你知道以前的古墓保護措施 就是要不就流沙 要不毒氣 有時候暗箭 對 暗箭 那這座古墓不一樣 它是固若金湯 它根本不用這些什麼毒氣 什麼流沙的 它直接做成一個 做鐵木 我們講的鐵木 這鐵木真的是鐵木 真的是鐵打的 包起來嗎 對 固若金湯 它是把這個 它的木 木用那個土 夯土弄完以後 上面整個用攪那個鐵水 對 用鐵水 鐵水乾了 又尼固 冷卻又尼固 它就整個封 封成一塊 整個像鐵板一樣 問題來了 這樣你說的鐵水 是把鐵融成極高溫的液態 澆灌到幾乎是模子的概念 把它鞏固起來 當時的工法 已經來到這樣的程度了 對 而且這座鐵木 真的 它是什麼時候 它是南漢時期的一座鐵木 南漢是什麼 南漢是中國五代十國 在宋朝之前 現在差不多一千一百年 南漢這個國家 南漢國家當時是在廣西 廣東跟海南島 還有越南的一部分 他是建立這樣一個國家 當時有一個皇帝叫劉岩 這個岩很特殊 他是一個龍再加一個天 飛龍再天的意思 叫劉岩 這個劉岩這個皇帝 當時為什麼他做這種古墓 這種古墓 他做這種鐵木 因為他生前做了很多惡事 中國歷史上這個皇帝非常有趣 非常有名 也非常殘忍 他整個滿朝文武官員 包括你考試 考上進士 考上狀言 你要來當官了 他立下一個規矩 立下一個規矩 你這些當官的官員 必須要先閹割 人家是太監 換官 閹割 他是所有文武百官 你要當官你就給我閹割掉 他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你們這些當官的 如果有家庭 生了很多孩子 你心細一家庭 你沒有心在辦理政務 沒有心去打仗 太多的牽掛不好 這個很違反人權 太沒有人性 但是他在位的期間 大概三 四十點期間 閹割掉多少 文武百官閹掉兩萬多人 是 太監不受人 兩萬多人 後來他被蘭宋 宋太祖趙光應打進來的時候 裡面滿朝文武還抓到五百多個 五百多個親一射 全部都是被閹割 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第二個 他還有一個毛病 他喜歡在 他這個人有點變態 他喜歡坐在他的龍椅上 看人家殺人 看底下的世衛殺人 在他面前殺 殺他很奇怪 他會看得很快樂的時候 會流口水 所以人家形容他 像一種動物 有一種科莫多龍你知道嗎 那個不是在印尼島上 很可怕的食肉動物嗎 對 科莫多龍 那經常流口水 有人形容他就是這種龍的化身 所以有人說他真的很糟糕 那因為他生前 生前就得罪了很多 文武百官淹掉了 然後你經常殺人 政敵無數 然後當時五代十國又是一個亂世 國家與國家之間會打仗 會打仗 所以他知道 我如果死了以後 有人把我的古墓 裡面的珠寶拿走 把我挖出來便吃怎麼辦 所以他就想到這樣一個辦法 我就把這個整個墓 全部打造成這個銅槍鐵壁 真的是銅槍鐵壁 鐵木 中國唯一的一座出土的鐵木 他用鐵水整個灌起來 你知道武哲天還是只有墓道灌鐵水 他不是 他是整座墓 然後用鐵包起來 這種人壞事作絕 他不怕天淺嗎 不怕天打雷劈 是嗎 特別的就要這樣 你說好保護對不對 沒事 真的保護他700年 也沒有被鞭尸 珠寶也都在裡面 700年後 這座墓被盜了 誰盜了 不是人盜了 誰盜的 天盜了 天盜的 對 因為鐵 鐵木你所有盜牧者去挖的時候 你打不進去 後來這座鐵木是這樣 是天打雷劈 到明朝末年的時候 經過700年 一道雷 一道閃電打下來 把這個木整個劈開了 裡面有什麼 鐵木劈開 劈開裡面珠寶全部露出來 露出來當地的民眾就瘋搶 去搶把這些珠寶全部搶光光 他的屍骨也劃成一堆骨頭而已 好 再來我們要給大家來看看 這個古墓傳奇 社長給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已經有2000年的古墓 才剛剛挖出來 古墓什麼了不起的 裡面可了不起了 居然藏著神仙水 對 鏡像 我們知道古墓通常出土的 我們都很注重文物 是 金光閃閃的 對 那個文物 可是在最近不久 不久在荷蘭洛陽這邊 發現一個古墓 這個古墓你看 規模滿大的 規模滿大 一判斷就是所謂的貴族古墓 至少貴族級的 這個溝渠 其實都是古墓的範圍 對 這裡面 金銀珠寶環 沒有人注意 它出土的一樣東西 大家都非常驚訝 是這一個 這一個是古代的一個 叫青銅器做的水瓶 或者酒瓶 這個青銅器很厲害嗎 青銅器本身不厲害 青銅器本身在中國出土 這種類似的青銅器很多 不過就是裡面裝酒而已 後來打開一看 裡面果然有這種淡黃色的液體 淡黃色液體 3500cc 3500cc 但這個淡黃色液體 大家都要猜 這是不是酒 結果一聞 它保存得很好 這個打開的時候 通常如果古墓出現這種酒了 打開還聞到淡淡的酒香 這個沒有 沒有這個酒香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對 結果就送到北京科技大學去研究 這個水到底是什麼東西 結果一研究出來 世界震撼 既然是保存了2000多年的神仙水 什麼是神仙水 神仙水 你知道 就像我們以前講過說 秦始皇不是派那個西府 去海上求仙 蓬萊仙島 對 蓬萊仙島 求一些神仙要回來 吃了可以藏生不死 藏生不老 這個東西 它北京科技大學裡面研究出來 裡面含有什麼 含有硝酸甲跟明凡石 明凡石跟硝酸甲 在中國古代的書 有一本叫三十六水法 三十六水法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這兩個原料就是煉丹的成分 吃了可以延年易受 長生不老 所以古代還真的有這種神仙水 而這個古墓 這個古墓的年齡一判斷 它就是吸汗了 所以跟汗草就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知道這種神仙水 古代 古代我們講現在的金光黨 怎麼騙人 你好色我就用美女來騙你 你愛錢我就比你更多的財務 用黃金 假黃金什麼來吊包 或者是用金針 對 用這樣的吊包 古代人尤其是皇帝 皇帝威高權重 天下多他的 什麼都有 但就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壽命 所以他們都想 每一個皇帝都想藏生不老 所以剛才講秦始皇 他一直希望藏生不老 最有名的就是 可是活世十九歲 對 十一九歲就過世了 另外一個是漢武帝 漢武帝是中國歷朝歷代 我們現在看 覺得是一個很神奇的大笑話 因為現在人知識已開 知識已開 但以前在那個朝代 在漢武帝的朝代 他們信神仙信到什麼程度了 我說這個漢武帝 等一下漢武帝是西漢的頂聖王朝的時間 沒有錯 所以我們現在覺得是一種常識判斷 不可能藏生不老 人一定會死 但漢武帝他們就相信 所以他們相信很多的道士 請道士來煉丹 煉丹藥 請道士去找神仙 用神仙給他的東西來吃 吃了以後就可以藏生不老 他裡面有幾個笑話 那真的是毀於首次的笑話 漢武帝第一個他找上誰 一個道士叫李少軍 這個李少軍當時碰到漢武帝之後 跟漢武帝講說 我以前就是海上什麼蓬萊仙島 荒帳銀州 海上有三個仙島 在中古的東方 我都去過 還碰過一個仙人叫安祈生 這個安祈生在古代 在古代他是鼎鼎有名的一個神仙 漢武帝 你碰過安祈生 那怎麼樣呢 李少軍還跟他講說 很簡單 我碰到他 他拿那個仙在我們講那個藻 藻不是再大還大不過一個首長仙 你說粥是不是 粥 對 這個是他說安祈生那個神仙就是神仙 他拿給他的藻 一顆大如冬瓜 你還真信了 對 他信了 是嗎 信了 所以你知道 他說他見過安祈生的證明 他東西連植物都不一樣 所以漢武帝就說好 那你幫我再去一趟在海上 再去去 你之前碰過的那個什麼蓬萊仙島 再去找他 請他試一些仙丹 結果這個李少軍就走了 走了以後 還好這個李少軍病死 因為你如果真的求仙丹回來 吃得無效 漢武帝會殺人 所以病死 病死漢武帝心有不甘 這個人氣 我再找第二個道士 就找了一個叫李少翁 這個李少翁 這個李少翁 你知道現在的魔術師 如果在古代探大吉 可以騙皇帝騙得一任一任的 你說他用魔術去騙了去漢武帝 對 因為漢武帝我們知道 他的第三個老婆叫李夫人 他很愛他 但李夫人很早就病死 病死 病死以後漢武帝很想念這個李夫人 李夫人 就是那個當時漢武帝 一個國家夜師李延年的妹妹 那李夫人病死之後 這個李少翁來說 我有辦法你想念他嗎 我請他來跟你相見 一整個觀洛英 觀洛英 直接來相見 而且你知道他怎麼弄 他在漢武帝那個宮中 就李夫人住的地方 裡面點煙霧 不是那個感覺 煙霧瀰漫 然後那個白沙障 他說你在這邊 念著李夫人的名字 過一陣子李夫人會出來相見 所以剛剛在這個地方 打望雨根本從頭到尾騙了 騙了 他要做實驗了 對 你最好變一個李夫人給我看 還真出來了 是嗎 他很簡單 他不會出來跟你面對面聊天 對 他是在剛才講煙霧瀰漫 白沙障的後面 突然間有一個影子 有一個女人的影子 身材髮型跟這個所謂李夫人 一模一樣 就像你講對不對 真的嗎 這個魔術 這個當然是假的 對啊 叫一個女孩子來搬一下 又沒有面對面聊天 我看到你 你看到我 假不了 對 沒有 阿武帝你也信了 果然真的神奇 李夫人我見到變了 一解釋 所以就叫李少翁說好 那你就幫我求仙丹吧 結果李少翁也求 求了一年多 說他要找神仙 找了一年多 沒有下文 不是假的 所以這個李少翁就很急 跟漢武帝說 雖然還沒有求到 但真的神機會顯現 但是到後來你怎麼樣 還騙不住 到後來漢武帝就會問你 先要再何處 我終究是要一個長生不老要 結果李少翁拿不出來 殺 殺了以後你知道 當時還傳說李少翁像耶穌一樣 死後復活 在棺材裡面人不見了跑掉了 又是魔術 第三個魔術師來騙他 結果漢武帝說開關驗屍 結果一開關 真的李少翁大體不見了 棺材裡面只有一塊竹捲 竹捲 那就是第三個卵大來騙他 騙一次很可憐 騙兩次已經笨了 還被騙第三遍 古人在相信這種長生不老要 你真的會以所思 所以漢武帝就相信第三個卵大 那在相信這個卵大之前 你知道漢武帝也聽人家講說 你要求仙丹 求仙丹 你要蓋一個大概50公尺高的 那個叫銅仙城路盤 這個銅仙是用銅打造的 這個銅仙城路盤 你看現在在北京的北海公園 還有一座7公尺高 但這個是乾隆皇帝打造的 真的在漢武帝的這個銅仙城路盤 才大 他高50公尺 七個人合圍的 用銅做的銅柱 上面一個神仙拖著一個盤子 再放在那個高山之上 小山丘之上很高 很高 所以晚上的時候會有露水下降 那個道士卵大跟他講說 你用這個露水跟那個玉磨成粉末 吃了就可以長生不老 那你知道後來有考古學家研究 其實那個是什麼 是古代牙蟲的糞便 他會在晚上的時候 等於排便排到這個銅仙城路盤 你叫漢武帝去吃大便 其實他是吃大便 牙蟲的糞便 那他們把他當成仙丹 所以漢武帝中期 一生這樣子一直弄 弄到剛後來你知道 有人講說張謙通西義 其實跟求仙丹有關係 他們相信在西方世界這邊 有很多神秘 因為佛教也從那邊傳過來了 那邊是一個很神秘的國度 所以他講說張謙通西義 其實跟求仙丹有關係 西域也跟謙丹 那裡有什麼好東西 可以讓他長生不老 不知道 因為西義的東西 水果什麼都奇形怪狀 奇怪的東西你就會相信 因為我這邊沒有見過 你就會想相信他的神秘感 相信神秘感 我要騙你 這是神仙種植出來的東西 你就會相信 所以漢武帝中期一生 他其實有剛才講兩個案例而已 其實他一生有找過四個道士 一直到他死為止 他才看了寬難鬼物 在整個歷史的演進過程當中 誰是盜墓的始祖 誰是最專業的盜墓賊呢 答案都指像一個人 一代蕭雄就是曹操 社長來告訴我們 我是蕭雄 我光明正大 我自己在戰場輸而已 我搞這些偷偷摸摸 見不得光的盜墓 怎麼會是曹操 對 因為中國歷史上 真的成立盜墓專業集團 官方認證就是曹操 他底下成立幾個人 等於說幾百個人一組 幾百個人一組 兩個單位 一個叫摸金教位 一個叫發丘中郎將 是曹操開始 還官方認證的 官方認證的 而且他說選擇自己身邊的 王公貴族的子弟 才成立這樣 因為這些人太重要了 萬一你盜墓摸得到東西按槓 那不是功虧一愧嗎 所以曹操成立這兩個單位 那這兩個單位 我特別講 其實他是非常專業 盜墓不像我們今天想像 那個隨便亂挖 挖到什麼拿什麼 這樣盜墓是都挖咖 你知道 那個剛才講 花丘中郎將跟摸金教位 我們講摸金教位 摸金教位是專門幹嘛 找墓在哪裡 尤其中國以前那種王公貴族 皇室的那種古墓很多 但問題連帶久很淹沒 所以社長的意思是說摸金教位 這一支就是當年的人肉透地雷達 沒有錯 沒有錯 我這邊帶一個給各位看一下 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以前古代 古代這個叫尋龍棒 他們尋找龍穴的一個所在 這個尋龍棒 轉起來了 對會轉起來 他這個其實比如說好 我今天問摩摩唐朝唐高 唐太宗的昭靈 在什麼地方 他轉一下轉一下 他會幫你指引出一個方向出來 這個我其實在家裡實驗過很多次 他要看人 我不太準 老實講我不太準 這個是什麼材質做的 銅 銅 銅做的 對 但我老婆用這個極準 80%的準確率 他怎麼試驗 我家比如說我躲在廚房 廚房 廚房客廳 房間 臥室 對 我就躲在廚房 我老婆就用這個搖 這個我老公劉山榮現在在哪裡 他停下來的方向 就是指那個廚房的方向 所以他可以凝聚一個磁場的力量 這個實在太玄了 這個是摩金校衛他們的一個利器 對 而且摩金校衛有很多專業知識 他們包括那個行早古墓 他要懂剛才講 前年一個龍馬什麼 風水 中國古代的王公貴族 他講究風水 所以他必須要了解風水學 什麼樣的山 什麼樣前面的河 他才可能滿有大墓 他們要有一種知識 對 或者跟地方騎勞的一種交往去瞭解 去蒐集這樣的資料 然後開始找到以後 再給花丘中囊匠 花丘中囊匠他去挖 那我們講 曹操當時挖到了一個墓 吃 軍隊整個全軍吃了三年 用不完 這麼值錢的墓 誰的墓 他當時真的是找到一個良孝武王的墓 這個良孝武王是誰 是那個漢朝流武漢景帝的弟弟 那個漢武帝的祖書 當時良孝武王為了想奪取皇位 所以私下藏了很多兵馬 兵器 還有金錢 打仗要你錢兩 所以他很有錢 死了以後他就葬在這邊 這個墓 號稱中國第一石勢 第一石頭的墓 很難石勢 很難攻 機關重重 對 他但是這個墓的這個門 各位看 這兩扇門 他是用石頭做的 石頭做得很重 這麼厚 這麼厚 這個墓門你要打開 這個墓門有一千多公斤 根本是攻不進去的 你攻不進去 你真的攻不進去 但曹操的花丘中郎將他們就有專業 他們去破解這個墓的機關 這樣一層一層進到這個裡面來 良孝武王當時的珠寶 撇葬品拿走以後 真的曹操軍隊吃了三年 挖一個值錢的黃金墓 可以吃三年 好 這個還要試貨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剛剛在那邊給我們講 看到這個當年的透地雷達 我們看到了其一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要一個好眼光 你要看得出這件值錢 還是那一件值錢 對 所以而且值錢的東西 不一定 我們都通常講在墓里面 要不就在光闊里面 又是光闊旁邊的墓室里面 掃一掃 一看金銀珠寶全部都拿走 對 但有些好東西 不一定你看得見 是 我說盜墓是一種非常專業的東西 我先講一下 在宋朝的時候 南宋的皇帝地靈 有六個地靈是葬在杭州的 杭州當時援草的一個翻身去挖掘的時候 挖掘到宋里中的墓 其實就發生一件事 好東西他不是貨 你看他把宋里中什麼夜明珠 什麼東西都拿走了 穿雲琴 那個古代古真那個琴 穿雲琴 很有名的東西拿走了 但是有一件東西 他當時就漏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宋里中 躺在官船上的一個墊背 他想墊背 蓮背 沒什麼好拿 就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髒髒的 後來不拿 不拿是他底下的人 把他就想不要的東西 就甩到那個牆角 甩到牆角那個墊背是軟的 軟的 軟的 步作的 坑江有聲 你就撞到了床甲 還有聲音的 對 有那個 有金屬摩擦的聲音 它裡面埋了什麼嗎 因為他是用金屍編成的 那你在古墓裡面久了 也會花黑的 泥土沾上 這一件值錢了 對 值錢了 所以東西你要知道 我們知道1928最有名的 現在還好那個盜墓賊不失貨 你們看這一張 這張是瓷西太后了 1928孫甄英到牧的時候 瓷西太后 當時有一件東西沒被拿走 這一個 叫陀羅尼金貝 蓋在他身上的那個棉被 對 那是用西藏藏紋跟帆紋 把他繡這個 那個所謂西藏的那個 密宗的那個金奏紋 金奏 繡在這上面 而且是用金屍繡成的 用金屍繡 那個字體多漂亮 旁邊那個佛像 都整個在這裡面 這條被以前當時也是一樣 孫甄英他們去 不過就是一條被子蓋在瓷西的身上 一條被子髒髒 無情麻的 我沒可能用他來割 不要 這個是現在的國寶 所以盜墓要有本事 是 這條被子蓋在瓷西的 用水 給我 出發